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再从事书法艺术这么多年 那么当然我慢慢的想到一个问题 我从前写书法是自己享受 所以自己开展览 可是现在后来想想 因为太多人不接触这个 所以我就想借着各行各业的朋友们 帮我忙大家一起来推动这个书法艺术 所以我的念头就是很单纯 我希望他们跟我一起来玩书法艺术 共襄盛举 然后大家引起各方人士 尤其小朋友的注意 那么所以这次我很高兴 我邀约了这些朋友 都是他们在他们的专业上面 是鼎鼎大名的 所以可以看看他们对书法艺术 是怎么在诠释 我想在八位朋友当中 里都有我熟的朋友 也有我完全不认得的朋友 所以当他们 当我去打电话邀约他们的时候 当然有的发生困难过 那么后来我也很高兴 他们都很爽快的说 好一起来玩 所以对我来讲 我是很谢谢他们的 因为他们在他们的自己本业上 是非常的忙碌 而只是要呼应我的一个想法 来希望我们整个社会 大家来重视这个书法艺术 他们是花了他们很多时间 那么至于玩得好不好玩 我想他们应该觉得不错 我觉得很开心 我原来是希望他们给我文字 我来写 写完了我给他们 让他们去玩 结果你知道他们在各行各业里面 都是个忙碌人 所以一直都不给我 那么我怎么办呢 好 我挑战我自己 因为这个事长期以来 我每个展览都是挑战我自己 所以我就决定了 在一定的空间里头 面积里头 就是四章两次四次 我只写一个有 有所不为 九个五 是两个字 这是我从前从来没写过 而九个五 要不同写法 所以我就做了我的部分 后来他们又还是没有给我文字 那我反而挑战他们 我说好 你们每个人给我一个五字开头 那么我们这个展览就很好玩了 主题只有一个有 有所不为 所以每个空间都充满了五字 我想这个在某种诚意上面 我想我们这个社会一直动荡不安 假如每个人都能够有所不为 我想这个世界比较无视 我一直认为我们的书法 我们的文字是有空间的 就像我以前做的 我认为书法文字 书法艺术里头 不只有空间 还有音乐声音 这都是我在以前做过了 那么现在我找建筑师玩了 我在想他们玩空间最拿手 我想借着他们的手 他们的想法 把我们书法艺术 玩到我们各个 各个的空间里头 那我们在这个宝岛上 是不是很有趣 这是我们自己的艺术 我们大家都在玩这一个 这是我最大的梦想 之前接触服务 好像就只有小学的时候吧 然后之后就 比较没有 也比较没有在推广这个 也就越来越没有接触了 对啊 所以这次看到这个展还 感觉还蛮特别的 你手上的是什么 墨水 还有那个字是什么 嗯那个字 那你喜欢哪一个 你喜欢哪一个 你喜欢哪一个 这个应该 你喜欢拿出来 拿出来给姐姐看 你怎么喜欢这个 嗯 你觉得很好玩 我现在是文化的广告系 大四 然后我觉得 因为我很喜欢书法 但是我书法本身写不好 所以 看到那个大漠吃的时候 其实非常的 非常的震撼 因为 就让人想到之前 就是 那种写书法平静的心情 那 董阳之老师 他确实的传 传 传 打给我们这些观众 那 让人觉得中国 中国的 这种艺术 真的是博大精神 那 很多 设计的源头 都是来自文字 所以 我真的 非常非常的 庆幸 我在最后一天的时候 有机会来这边 我真的很开心 谢谢您 董阳之老师 第一次跟当代馆合作 这也是我有心 这一两年来我一定要在这个馆 为什么呢 因为当代美术馆是属于我们当代的人 那么尤其知道是很多年轻人愿意来看 那么我也是希望书法艺术 让年轻人认定他是当代艺术 不是传统艺术 是当代艺术 那么 请你们一起来参与 我想我自己现在愿意出来说话 唯一一点 你晓得我从前不太愿意说话 这是 独乐乐的事情 因为书写字 基本上只要你一个人 你不可能跟另外一个人在说话 或者听音乐 或者什么 你要很专注的写 那么现在我为什么愿意大家分享我的乐趣 就是这个书法陪伴我这么多年 我从小学开始写写到现在 我真的觉得我很愉快 但是你要问我怎么快乐 我只能说 请你一起来写 只有你动了笔 持之有恒 这个乐趣你就得到了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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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